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南苏丹近年频繁爆发内战,当地人民饱受战火威胁,饥荒也造成无助死伤,甚至有超过40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。 23日,联合国南苏丹人权委员会,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in South Sudan,对此发布调查报告,卷入无情战火的平民遭到割喉、挖掩、伦鲍等非人道对待,对此该委员会将以战争罪反人道罪起诉至少41名南苏丹高官。 综合外媒报道,联合国南苏丹人权委员会搜集58000份调查资料中揭露,受害者遭到刑求、斩首、性暴力等非人道对待,包括一位母亲的儿子被迫与祖母亲交,有男子遭受轮暴,或成为肉店攻其他女子在他身上被强暴,有人目睹妻子为阻止女儿遭到轮奸,被士兵用毛挖出双眼,种种不人道, 触目惊心,该委员会已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呼声Zitra et al-Hassin提出一份高兴度的嫌犯名单,名单中包括三名州长、33名将领以及5名上校,他们也呼吁因立即以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起诉这些官员。 对此调查报告描述的平民遭遇,南苏班委员会主席苏卡Yazmin Suka痛心表示,这是拯救数百万名生命,防止他们的生命安全再遭到肆意摧残的唯一办法。 他也表示,南苏班高官挑起的战火,法庭马上可以成立检察官可以展开起诉的工作。